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美之间 在这个关系缓解之后呢 过去好一阵子 过去美国 中国大陆是购买美国大豆的这个大户 但是好一阵子没买 后来不是向巴西买吗 那最近美国又向这个中国大陆买了 这个销售 中国大陆向美国买了将近30万吨的大豆 那双方也在9年之后 开了这个第7次的中美农业联委会 那还有一头就是美债 在中国大陆连七抛之后 最近终于开始买 那买多少买124亿 那在前几个持有国当中 日本买了293亿 英国买了232亿 11月份美债的持有前十名当中 只有开曼群岛是减持 所以接纳是怎么看 大豆也买了美债也买了 不过你看到 在这个讯息公布 当然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讯息 下面其实有很多大陆网民非常的火大 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的转基因大豆 为什么要我们吃 我们不想吃 那第二个 美国这样打压我们 你还跟他买大豆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就是双方的交换条件 对我想就是说 这次就是拜登跟这个习近平 在旧金山见面以后 事实上双方的关系是有回暖迹象 最主要很多高层的这些 就是建制化的商谈都回来了 你看财政部长也见面 商业部长也见面 农业都对接 农业也对接 最主要最敏感的军事也对接 而且这个高层的军事就回复到这个整个 就是说 佩洛西串台以前的这所有事情 他都大部分都恢复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回暖的真相 那双方在谈这些回暖的时候 都有很重要的怎么样 条件的交换 利益的交换 那我想这些大豆都是美方要求的 这就是在美方的这个所谓的想要中国大陆接受的这些项目里面 那中国大陆以美方接受中国大陆的项目以后呢 中国大陆就买花一点钱 那其实30万吨事实上是蛮小的一个 蛮小的一笔采购了 那另外就是说100多亿这些买债也不是救济款 他是拿了这个等于说是借给美国人用嘛 对还有利息的 可是这个就已经非常不寻常了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很久没有买美国大豆了 这就是双方关系不好的一个指标 开始买就是好的一个指标 那一直在抛美债也是一个指标 也是不好的指标 那现在买也是一个指标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在这个取代 就是说去美元化的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进两步还是会退一步的 因为事实上的话 这么样明白的跟美国对着干的话 事实上的话 对双方关系的改善是不好的 那倒是俄罗斯是全力推这个 推这个去美元化 可是他这个推的太快的时候 现在外面就传出来了 沙唷地阿拉伯可能就有点顾忌了 沙唷地阿拉伯就有很多顾忌了 所以有一点谣言说发表大陆还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加入金砖的程序了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欲速则不达 有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还是有所妥协 还是要把这些正不断往负面推的还要往回过推下 这才是真正一种交涉的艺术 那你可以看出来 那么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的可能就是要让美国知道 就是说你如果重大政策 大家还有谈判的空间的话 你美国是有好处的 这些美国现在经济上 因为这个美国这些农业 你不要看这个采购三十万 这个对于拜登政府在农业州里面的这个民主党的得票是很有帮助的 这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些比如说这个美债的问题 你像叶伦这么风尘仆仆 要跟中国大陆的他的对口谈 我想他基本上就是要你买他的债 中国美国财政部行政又有一个团在大陆嘛 对不对 只是这个位置并没有像叶伦这么高 上一次他们是次长直接谈 所以马上就有见效 那中国大陆说实话 买美债现在的话说实话 他是过去的美债抛的不够快 那时候美债利息是比较低的时候 那你现在拿到的美债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那你将来你在债券市场要出手的话也比较容易 就是说真正财务操作的时候 你该买的时候买还是有 还是有这个怎么讲 还是有赚头的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个部分也不会一百多亿 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国债 大部分都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用政治力量在强销的 你看买他的这个不是日本 就是英国 还有一个什么比利时荷兰 这都是美国自下的小民 手上有钱的 美国这个发债的时候 看没人买就是这些人来认购的 中国大陆是政策的关系 过去手上持有大量的美金 也是他人民币的背后的一个候损 难怪美国希望全世界就是不要和平 战争一场一场的打 在乱世当中 大家没有安全感要保值 你就会想去买美债 钱就哗哗哗哗的进去了 当然美国控制世界不是那么简单 对啊 一手拿着洋枪大炮 一手拿着就是钞票 两者这个运用 不是说这几十年才会 他们帝国主义 上数百年来都是这样 但买大豆买美债是一个迹象 对不对 在中美至少开始对接之后 当然对台的情势也会有转变吗 我觉得对台的话 现在起码你看拜登 这个赖清德一当选 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支持台独 这句话的话事实上 反映打他一巴掌 他这句话事实上在政治上来讲 他的作用是很大 他是定毛的 那这一巴掌就把赖清德的美梦都打醒 他就知道他的空间有多大 美国是不会让他真正在台独路上 想往前走半步 美国都不会让他走的 因为美国认为这是违反他自己利益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讲这句话 也就是过去中国大陆跟美国 在谈台湾问题上 可能拜登回报给中国大陆 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这句话 他的价值分量是够的 那你说是不是值那三十万吨黄豆 我认为是值的 从中国大陆讲的话是值的 那是前金还有后屑 对了 才三十万吨黄豆 美国胃口不会这么小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